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开始就是一个很大的monster 就和今天我的job是一样的 但随着行业发展就会出现了dice monster是什么行业都有 dice就是做IT行业 做一个dice 随着monster和dice在做之后 后来出现了linkedin linkedin它从高端往下压 所以最终就是linkedin抢了足够大的市场份额 所以monster被压到低端去了 然后dice因为是垂直的 所以dice受linkedin的影响就比较低 所以dice和linkedin就会抢一部分客户 但是高端的客户 其实dice还是拿不走的 高端还是在linkedin那边 所以美国的招聘行业格局就变成这样了 但中国和美国其实是不一样的 主要就是因为linkedin的位置不一样 所以就是说linkedin在中国的名字叫领英 所以我们就说 那为什么linkedin在中国 不会像美国那么成功呢 因为这个是最大的决定因素 其实是文化因素 就当年我在美国那边和基金经理们去讨论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linkedin有100多亿美金了 中国的大家都一直在找 有没有一个中国的linkedin出现 我当时我告诉他们 我说中国的linkedin其实是茅台酒 就是说它是一个酒 但是呢它提到的是美国linkedin的作用 在中国你想做生意先做朋友吧 所以你发现说你的生意合作伙伴 你基本上要先吃个饭喝个酒 或者经过人介绍成为朋友 然后你还把它加到你的微信里面去 然后这时候还要看看别人的朋友圈 还点个赞什么之类的 所以最终你才能够开始去谈生意 所以就会导致说 在中国其实你的朋友圈子和你的商业圈子 其实是完全混在一起的 因为你根本无法分开 那这样的话就导致说 今天呢你的这个整个圈子包在微信里面去了 所以你的最大的机会对手 其实今天是微信的 因为微信把你的商业的圈子也包含在里面了 但你发现是微信的原因 就是因为文化移速导致的 就是中国人要先做生意后做朋友 另外一个就是社交活动 社交活动大家拿个酒杯红酒杯 全场到处就很自由的去碰杯 去交流 去换名片 去加一个账号 但中国你发现说 比如说我们去参加一些聚会的时候 你发现如果都不是你认识的人 你又特别的惊慌 如果在一个会上能够看到一个或者两个 你以前认识的人 这简直就像救星一样 因为一晚上就黏着他了 然后你们俩在那地方聊一晚上 除非他也认识某人给你引荐一下 所以这就导致说我们的这种生意之间 或者商务之间沟通变得比美国要复杂得多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中国的照片网站 是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的 这就是中国在今天之前是这个样子 就是有虔诚无忧之连照片 还有其他的也插到HR 什么中国人才热线 很多网站 然后因为这些网站做的体验不够好 所以主要是服务威胁 就是很初级的员工 高级一点的人就变成猎头的用户了 所以说中国的猎头行业特别的大 比美国还要大 是因为这些网站做的比较不好 所以猎头会特别多 现在中国有几万个猎头公司 数据是说有三万个猎头公司 有三十万个猎头存在 就是这么一个格局 十年都没有变化 往后走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呢 就是首先中国有五八和感激网出现 因为它会强一些低端的用户 比如说在北京的时候 你感觉五八和五十五好像是不冲突的 因为在北京这种超级大城市里面 白岭和蓝岭其实分得挺开的 但比如说你如果到一些三线城市 比如说什么江苏 镇江 甚至什么铁岭之类的 那他们俩就是直接对手了 因为在那种城市里面 他们甚至知道五八而不知道五十五十五 但是并不知道这种网站 就导致大家找工作 其实都用这种网站来找 所以说在最一线的城市 这两个是分开的 往后走的二三线城市 三线城市 这俩就完全就是金融对手了 2013年的时候 五八感激的招聘收入都有负责意义了 然后到15年 五八和感激的招聘收入 都会超越五十五 所以这个市场是很大的 这年招聘当然比五十五十五还要小 就这是第一步 就低端的用户就会被抢走 第二步就是会出现垂直的 类似于我们拉根网的这种招聘网站 你发现拉根网会在IT行业里面 直接抢一个市场 它会把五十五的IT的职位 给它抢走之外 它会把猎头的很多给它抢走 它会抢猎头三分二 因为猎头里面 猎头存在是因为五十五做得太差了 才出现猎头 但比如说在互联网行业 现在工作三年的人 四年的人就开始被猎头整天打电话了 但这批人实际上是可以用 更高效的互联网的方式去实现的 而不是说非要通过猎头的方式 去实现 所以现在的三十万猎头里面 三分二的猎头 干的是非常低级的重复的工作 就是给别人打电话 打电话 其实并没有起到真正的猎头 那种高端匹配的价值 纯粹是因为五十六 这连照片做得比较差 才促生他们的出现而已 那拉根网就会抢了五十六的市场之后 去抢低端猎头那一部分 低端猎头 它一般给别人收费 是收两个月的工资 问企业收费 那我们可能就只收它十分之一的钱 那这样的话又起到了它的效果 所以我们的车门会比较低 我们只收十分之一的钱 所以企业就会找我们 不会找猎头了 所以这样的话 就会在猎头里面的三分之二 可能就会被抢走了 留很高端的 比如说找副总裁 找总经理这种 我们拉个网就走不到 就会留个猎头 垂直的就会从下到上一起去抢 然后垂直的之后呢 我觉得就会出现 LinkedIn和列聘类似的网站 因为LinkedIn 它在国外会做的 整个会特别大 在国内它可能就是一块 你看LinkedIn和51Job 其实都不怎么抢 是因为51Job 本来就做到低端 LinkedIn上面 总体在中国来说 还是要高端的人才赏 比如说公司的一个 工作两年的基础员 它其实没有动力上LinkedIn 因为它的朋友都在微信上面 然后另外就会出现猎聘 猎聘可能就会抢 直连51的一部分职位 抢一部分猎头的职位 但是它也是泛行业的 所以它会比LinkedIn要低 但是呢 它又不会做到LinkedIn那么大 所以我觉得 中国的招聘行业 往后看个两三年 或者一两年 差不多就会是这么一个样子 看到了就是说 我要Job直连招聘 被低端的抢 然后行业里面被垂直的来抢 上面又被LinkedIn和猎聘来抢 所以这三个 中间的这个网站 就会变成一个加信笔一样 被大家来围攻 低端的猎头 基本上都会被抢走 只剩下高端的猎头来存在 所以中国的招聘的格局 比美国的招聘的格局 要复杂的多 那具体的这些招聘网站 在整个行业里面是怎么分的 可以看到LinkedIn 然后猎聘 五百教股 招聘 猎人猎头 把五八通证都是泛行业的 泛行业的高端和低端里面 明显的五八通证 感激 就属于泛行业里面 一些低端的部分 LinkedIn就属于泛行业里面 高端的部分 列拼也是一样的 但五百教股和直连招聘 就属于一个半高端半低端 就是都做的一个领域 所以基本上就是 半行业是这样的 右边就是垂直行业的 垂直行业的里面 有高端和低端 可以看到有个叫海滨网 其实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网站 它也是做互联网的 只做创业类公司的招聘 它就属于垂直里面 偏低端一点的 内推网也是做互联网行业招聘 所以它比我们做的还早 但是我们发展的速度 远远远远的超过了它 它现在也就不到十个人 那我们其实都五六十个人了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你发现说大家都会说 我们成为中国最大的这个 最大的那个 其实核心点 本质上应该是个招聘网站 虽然我们对外不称招聘网站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 有粉丝的招聘网站 我们是觉得 过去那些网站做的事情 其实都是旧功能论功能 旧需求论需求 所以说从来不会说 我要照顾会有粉丝 或者裂联网会有粉丝 都没有 但是我们感觉 就比如说黄太奇兼名 卖兼名的也有粉丝 对吧 然后卖手机的小米手机 手机也有粉丝 那为什么我们这种网站 没有粉丝呢 我觉得有粉丝的品牌 才叫真品牌在未来 然后才会给你有口碑 那我们就认为说 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 然后把产品做得足够的好 然后通过我们的运营商业 做得足够的好 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 有粉丝的招聘网站 我觉得有了粉丝之后 它自然会很大 自然会很好 人平均来说 是两年换一次工作 你这一次通过我们换工作了 那我们希望两年之后 你下一次换工作的时候 还走我们这个通道 那我要保证 你下次换工作的时候 首选就还要是我们 那这个时候 我要在你的脑袋里面 挣下一颗种子 就是说你认为 你的职业发展就在拉钩 或者拉钩就是 你职业发展的一个帮手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要不断地给它有营销 所以我并不是指望着说 你找完工作之后 下面的两年 你不换工作的时候 它有事没事 老要拉钩往上面去逛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们也不会去做媒体 也不会去做社区 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说 有点得不偿失 花很大的精力 做媒体未必做得好 做社区未必做得好 我们还是聚焦于说 让它的职业机会发展得更好 但是你在精神气质上 你在做的很多事情上 其实能够给它一帮助 就比如说 你已经去一个公司上班了 那我们可能会有相应的 比如说偶尔做线下的论坛 会讲工作半年的人 或者工作一年的人 该怎么样去提高 自己的工作能力 其实目标是让你在 你这个工作上做得更好 而不是鼓励你跳槽 那这种事情 其实最终在脑袋里面 都会形成一个印象 就是我在帮助它职业发展 那你下次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选我们 在去年底的时候 我们为2014年底的目标 是做到5000个简历投地每天 因为当时我们只有1000多 但是才刚刚过了半年 我们就将近2万了 就是你一旦走到轨道上 它是发展的远远远远 比你预期的好 所以我们到年底 只希望做到5000 我们现在就做到2万了 是这样 我们还是希望说 能够到今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的数字能够涨3倍到4倍 那这样的话 在整个行业的市场份额 能有个3%40% 2%30%的市场份额 总体的大的方向 大的战略 还是希望用产品本身来带动 就是说我爸产品做得更好 其实过去这么一段时间 我们耽误了很多精力 在做融资 在做宣传 其实耽误很多时间 所以我们最近几个月 比如说我们几个创始人就分工 我就负责对外的宣传 然后负责公司的战略 那我们那个CEO叫马拉龙 我就说那你就闭门在家 不要出门 然后电话都最好关掉 不要开机 然后安安心心地带着团队好好做产品 因为产品才是一切的根本 那么定位成是互联网行业 或者说IT行业 这行业我们算了算 差不多一两百万从业者还是有的 因为像一个华为就有十五六万人 一个中兴有七八万人 腾讯有三四万人 百度有三四万人 阿里有上十万人 我们目标就是做这一两百万人的生意 我们没有按年限分 说一定是有多少年工作经验的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工作两年才调操 我们就是做工作两年以上的人 目前在我们网站上面 有七八年工作经验的人 也超过百分之十五 那如果我们假设IT行业 是所有行业的百分之十的话 其实这个比例已经很大了 就所有行业里面百分之十都是IT企业 我们现在在不花一分钱 没有一个销售的情况下 有一万两千个企业 所以就想 比如说年底的时候 这个能翻个一倍就够了 比如说你有个两万四千个企业就够了 但是理论上 它不太能超过四万个企业 求职者理论上应该不会收他的钱 可能或许会琢磨琢磨 要不要做一点点小增值服务给他们 比如说你一个人 你愿意说让我们去给你做高端服务 就像相亲网站里面 你普通的人注册之后 你自己去搜也可以相亲 但是公司里面也有高端的人 负责帮你主动组织相亲的 我们没有特别想 就是未来要不要做类似的事情 就是说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那我们会持续的去访谈 如果用户需求很多 比如说我现在工作了五年 我也不着急找工作 但是我愿意付你点钱 你帮我看到特别好的机会 你告诉我 或者甚至说你帮我辅导 怎么样去拿到某个职位 或者怎么样通过某个面试 我们有可能会做一点这样的事情 但是总体来说 希望它是免费的 就是体验做得更好的 然后企业那边付费的意愿比较强 非常突然粉丝 谢谢大家 sais